真是天外飞来横祸 台中市一处建筑工地 传出了公安意外 一纸摸字行鹰架 不知为何从高空坠落 重重地砸在马路上 一名骑士经过 只差一个车身就被砸到 师傅表示将会依建筑法 对建商开法一万八 并且限期两天之内改善 女骑士骑车刚要过路旁工地 驾的一身有物品从高空掉落 差一点就砸中骑士和前方车辆 女骑士放门车速回头一看 发现掉落物竟然是工地银架 事发在三号上有八点多 女骑士上班途中 行进大蹲十一街移出建筑工地 遇上一只银架从天而降 只差一个车身就被击落 就是有交代 就是他们已经在积极处理 事发隔天回到现场 建商坦诚疏 强热事罚当下立即停工 并在十分钟内移除掉落物 确定没有人车遭受波及 不应该这样因为那太危险 很恐怖 不应该 远一点 偏一点点 不要太靠近 本案已涉及违反建筑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市府将依法裁罚新台币一万八千元 并限期两天内改善 市府除了依法开罚 强热事后再发生意外将会勒令停工 建设公司部分除了进行内部陈储外 也完成印架交付作业 不让类似意外再次发生 建设公司红杰明台中葱董 建设公司红杰明台中葱董 葱董